北京时间8月22日,我们来盘点一下NBA最疯狂的时场个人表演。 3.斐舍尔,0.4秒绝杀,2004年西部半决赛第五一场,胡人客场挑战马刺,在比赛只剩0.4秒的情况下,斐舍尔接球就投出手命中,帮助胡人对74比73绝杀马刺。 9.詹姆斯连拿25分2007年东部决赛,天王山之战,骑士客场挑战沃塞,詹姆斯包揽了球队最后12分中的全部得分,连续拿25分,并在最后2.2秒逆中准决杀。 9.那场比赛詹姆斯一共攻下48分。 9.库里单场13G三分球,2016年11月7日,库里在勇士主场击败替胡队的比赛当中,三分球是7投13中,打破了尤科比、马绍尔和库里自己共同保持的单场12G三分球的记录。 7.斯凯尔斯单场30次助攻1990年12月30日,斯凯尔斯在魔术主场155比116大胜决金的比赛当中送出了30次助攻,创造了NBA的单场最多助攻记录。 8.在他的串联之下,魔术拳对8人得分上双。 6.麦蒂35秒13分。 2004年12月9日,麦蒂火箭主场迎战马次比赛当中的最后35秒,命中里4G三分球,其中还包括1G三加1,帮助球队逆转马次取胜。 5.汤普森单截37分2015年1月24日,勇士组场对阵国王。 汤普森在第三截3分球9投拳中轰下37分,创造了NBA最高单截得分记录。 4.奥拉朱网5×153,双1990年3月3日,火箭主场迎战金州勇士。 4.奥拉朱网全场红侠29分18篮板,9助攻无架段11代帽,捏天数据。 这继是一个超级三双,又是一个难得的5×15数据。 奥拉朱网职业生涯一共6次打出5×15的数据,排名历史第一。 3.雷吉米勒9秒8分1995年5月8日,米勒在步行之主场迎战尼克斯的东部半决赛首场最后8.9秒。 4.命中两季三分,两季拔球,连续拿下8分放助球队,拿下惊天逆转。 2.奥拉朱网单场81分2006年1月22日,湖仁主场迎战猛龙。 奥拉朱网,奥拉朱网全场狂慨81分,创造了NBA历史上第二高的单场得分。 1.张伯伦单场100分1962年3月2日,张伯伦在对着尼克斯的比赛中轰下100分,创造了NBA历史单场最高得分。 只为一截的是,那场比赛,张伯伦还拿下25个篮板球。